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假星星,我是星星 最近呢,因为哈利王子和梅根的脱离 让英国王室再度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现今的英国女王 她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统治英国已经足足有69年之久 高龄94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伊丽莎白二世出生于1926年 她的全名是伊丽莎白亚历山卓玛丽 她和我们之前提过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一样 实际上要轮到她继承王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她的父亲阿尔伯特是当时的国王 乔治五世的第二个儿子 上面有一个哥哥大卫 再加上阿尔伯特本身有严重的口级 个性又内向 大卫呢,外表英挺,备受人民欢迎 俨然就是未来的王室之光 所以阿尔伯特从小并未受到王室继承的培训 据说当时阿尔伯特在追求伊丽莎白母亲的时候 并因为个性太无趣 再加上伊丽莎白的母亲 担心嫁入了王室便不能自在的生活 拒绝了她两次的求婚 不过在阿尔伯特再三保证 她并无继承王位的可能之下 伊丽莎白的母亲才答应了求婚 在结婚的初期 两人也确实过了一段简单而平凡的日子 接连生下了伊丽莎白、玛格丽特两位公主 两位公主呢,并没有到学校去上课 是由家庭教师到家里来授课 而且因为这一家人并不是王室的核心要员 比较自由,她们就经常到乡间去居住 伊丽莎白从小就和小狗和马匹一起长大 养狗和骑马便成为了女王一生的爱好 但平凡的日子过没多久 便发生了一件彻彻底底改变这一家人命运的大事 1936年的1月 伊丽莎白的祖父国王乔治武士过世 她的长子大卫随即即位为国王爱德华巴士 在登基没几个月之后 爱德华巴士跟来自美国的名媛 华丽斯·辛普森求婚成功 英国即将迎来新皇后 应该是举国欢腾的一件事 但问题是这位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两次婚了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君主就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领袖 英国国教的教义是不允许 离婚者在前任配偶还在世时就再婚 所以即便国王爱德华巴士尝试和英国政府协调 婚后他不会封辛普森夫人为王后 他们两所生下的小孩也不能继承王位 但是英国的议会以及首相还是强烈的反对 最终在位不满一年的爱德华巴士选择了退位 因为没有子嗣 他的王位只能由他的弟弟 也就是伊丽莎白的父亲所继承 这位从小讲话结巴不受重视的次子阿尔伯特 被迫于同年登基为乔治六世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伊丽莎白的妈妈成为王后 而原本毫无继承可能的伊丽莎白 瞬间成为了王位继承的第一顺位 1940年二战期间 14岁的伊丽莎白公主 首次透过了广播发表演说 慰问在战火中的孩子们 1945年19岁的伊丽莎白加入了妇女防卫后援部队 成为了伊丽莎白名誉上尉 接受汽车驾驶以及汽车维修的训练 这是她第一次和大家一起授训上课 女王非常的喜欢 所以后来女王的孩子都是送到学校去读书 而非由家庭教师到家里来授课 同年的5月8号纳粹投降 欧洲战场胜利 国王乔治六世和王后以及首相丘吉尔 一起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接受人民的欢呼 此时的乔治六世已经治好了她的口级 在战争期间她发表稳定人心的演说 也获得英国民众的支持 而且经过了战争 他们一家人的关系更加紧密 这是乔治六世在被告知要继承王位之后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 1946年伊丽莎白公主告知她的父母亲 她接受了希腊贝利普王子的求婚 贝利普生于1921年 她的父亲安德烈是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第四个儿子 1922年希腊和土耳其发生战争 希腊战败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 他们全家差点惨遭杀害 还好菲利普的母亲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外征孙女 靠着母亲的显赫家世 18个月大的菲利普被塞进了装橘子的木箱 逃离了希腊 从此她辗转流亡于欧洲各国 后来到了英国投靠她的外祖父蒙巴顿家族 1939年国王乔治六世全家人 一起到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参访 在这里13岁的伊丽莎白 第一次遇到了在此校读书的18岁菲利普王子 伊丽莎白对这位外表高大英尼王子一见钟情 两个人都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全孙 算是远房亲戚 在书系往来多年之后 25岁的菲利普王子和20岁的伊丽莎白公主正式求婚 一开始伊丽莎白的父亲国王乔治六世 是不赞同这一门婚事的 第一她觉得女儿的年纪实在还太小 第二菲利普的四个姐姐都嫁给了德国人 而且其中的三个姐夫还加入了纳粹 这让当时刚经历过二战的英国人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最后一点菲利普拥有希腊王室的继承权 虽然以他的继承顺位是很难继承到王位的 但是英国可不能冒这个险 如果菲利普真的成为了希腊国王 那英国有可能因此成为希腊的一部分 不过深爱着女儿的国王非常了解女儿的心意 她便告诉伊丽莎白 在南非的皇家访问结束之后 如果伊丽莎白仍没有改变她的心意 国王便会同意两人的婚事 1947年的4月为了稳固大英国协 乔治六世带着一家人出访到了南非 在此行的尾声正好是伊丽莎白公主的21岁生日 她在南非发表了她此生最著名的演说 I declare before you all that my whole life whether it be long or short shall be devoted to your service and to the service of our great imperial family to which we all belong 1947年的7月 在各式附带条件下 包含菲利普王子必须放弃希腊王位的继承权 以及改从母姓蒙巴顿姓氏 还有规划英国籍伊丽莎白和她一见钟情的菲利普王子订婚了 同年的11月 两人在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授予了女婿爱丁堡公爵等等的爵位 结婚的隔年 伊丽莎白就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 查尔斯王子 结婚的第三年 1950年 两人唯一的女儿安妮公主诞生了 但从1951年开始 国王乔治六世便因为常年大量的吸烟 再加上被迫继承王位的压力等等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王位继承人伊丽莎白便开始代替父亲 出席公开场合以及出访国外 1952年的2月 正在肯雅访问的伊丽莎白夫妇 得知了国王乔治六世因肺癌驾崩的消息 伊丽莎白立刻中断访问 奸臣赶回伦敦 出发的时候 她是伊丽莎白公主 再次回到英国的国土 她已经成为了伊丽莎白女王了 1953年6月2号 27岁的伊丽莎白登基为伊丽莎白二世 这是英国第一次透过电视 向全世界直播加冕典礼 很多家庭还特别存钱购买电视 当时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一起观看了这场盛大的典礼 爱丁宝公爵也屈膝宣誓 她将永远效忠她的女王 从此刻开始 她便不能与女王并肩同行 而伊丽莎白女王将终身服务英国人民 从登基的那年开始 已经过去了69个年头 虽然经历了阔折 但女王谨守诺言 会服务她的人民 一直到她合上演的那刻 伊丽莎白女王的故事 我们先说到这儿 下次我们要一起来聊聊 她在统治英国的69年间 不管在国事还是家事上 发生的大小事物 影片创作不易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别忘了一定要订阅 人生假星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